头脑的东西这本书里头有提到 现代人感官刺激太多 而或许现代人最需要的 反而是把感官的刺激去除 那这一点对我们意识的转变有什么帮助 我们平常有什么方法或练习 或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帮助我们做到呢 是啊 其实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头脑动得太多 我们生活的步调太快 全部我们生命停留在五个感官 五个感官所带来的资讯的层面 这是我认为最可惜的 都是在一个头脑的境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活在头脑 把一个虚拟的现实 就是virtual reality 变成我们实际真正的真实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需要踩个刹车 因为这个动取得知识 取得不管有什么人生 什么价值观念 得到什么意义 这些全部都是还是头脑的作业 一个人彻底回到心 会突然发现 他其实站到一个不动的一个层面 他可以面对这个世界 而且是相当有趣 只有这样子一个人才可以 把自己的身份彻底找回来 而倒不是把这个注意到处摆到眼前的 五个感官可以体会到的一个点 反而是刚刚好相反 是把这个注意回到这个主体 回到我的根 一个人才发现 原来样样都是完美 样样都老早完成他自己 没有一点一滴需要我们人去做修正 去改造也好 去追求也好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他随时都在等着我们 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把这个注意摆到外面 摆到外在 摆到其他的别的地方 摆到一个虚的境界 虚拟的境界 不断的在偷个虚的一个层面 希望把这个生命找回来 这也是我认为 最首先不可思议 接下来也是最可惜的 那你在问题中 我发现你自己也可能注意到 自己也发现 本身这个问题带了一个矛盾 所以你会停下来 稍微笑一笑 因为本来这个层面 这个永恒的层面 心的层面 就是跟方法 跟动 跟去找练习不相关 所以你才会问了一半 我看你自己踩了一个刹车 但是勉强还是把这个问题问完 它本身就是带来这方面的矛盾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认为有方法 有练习 有追求 有期待 所以你看我们才给自己带来那么的痛苦 数不完的烦恼 都在那里在打转 而我们所讲的心 真实 道也好 在也好 它本来就是我们主要的部分 所以它是练习不来的 透过我们五个感官 或是更多感官 最多只是把我们的注意 带到不存在的东西 带到一个虚的层面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说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带来矛盾 它练习不来的 反过来是轻轻松松放过这个世界 把这五个感官所带来的扭曲 把它挪开 这心自然会浮出来 所以一个人最多只能做什么 只能自在 随时自在 随时活出这个自在 倒不是在经过一个过滤网 或是一层膜 我可以把这个膜 这个过滤网称为头脑 让这个头脑再带来一层不需要的念头 不需要的感受 而透过这些虚拟的状态 又把我们带走了 所以一个人最多只是轻轻松松的自在 那参跟臣服 最多也只是让我们做一个踩个刹车 给自己带一个提醒或是一个反省 知道我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 所以让把全部这些念头 一些抗议也好 一些质疑摆到旁边 让剩下的心 让它浮出来 在这种体验 不是透过头脑可以体验到的 是从心 最多只能说是共振 得到一种更深层面的共鸣 最多也只是这样子 感谢观看